CBA爆猛料,两场比赛凸显球迷素质,输球又输人,浙江惨遭打脸。 现在呢,CBA的决赛已经打完了第二轮,可是就在CBA第二场比赛中,浙江以主场身份93比111,惨败辽宁。 这是浙江队连续两场比赛都输给了辽宁男兰。 因此浙江队现在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,因此大多数球迷都认为辽宁队很有可能获得他们队史的第三冠。 目前呢,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但是呢,最近有消息说,浙江球迷在赛后呢,由于挑衅、攻击以及辱骂辽宁队的球迷,严重的损害了杭州的城市形象,让所有的人都大接眼镜。 浙江南南官方呢,也是发文,呼吁球迷们要理性的观赛,却并没有向辽宁南南和球迷们道歉,引发了外界强烈的不满。 从第二场比赛中就能够看出,两队的实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,虽然是浙江的外员该地付出了,但是他个人状态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浙江南南的需要。 以及他们的当价球星吴钱呢,在场上33分钟,只拿到了11分两篮板7注工的数据,也是让所有的浙江球迷非常的失望。 但与之相反的,辽宁南南几乎所有人都在全力的打好决赛。 赵继伟呢,更是21分9注工,李小旭13加5,莫兰德14加13加7,张正林呢19分,就连燕首期,周俊成,刘燕也都能有加分入账。 杨明呢,已经把板凳球员带上了赛场,并且呢,也能弥补了没有郭艾伦的得分控局。 但纵观整个CBA的决赛呢,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,但是浙江球迷的素质还是有所欠缺,很多人连口号都不清楚, 以至于比赛还没有结束,就已经有大批的浙江球迷已经离场了。 现场的主持人只能是全球大家留下来,这种场面呢,在CBA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。 中国篮球呢,市场很大,但是各个俱乐部如何建计自己的球迷文化? 无疑现在也是目前中国篮球的所面临的很大问题。 浙江球迷的行为呢,已经严重损害了CBA品牌形象,或者中国篮鞋应该出台一些惩罚措施来约束球迷的不当行为, 传播篮球的文化正能量。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?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加关注,谢谢大家。